从没见过这么有狗模狗样的狗狗 只是简单上的大号 旁边都会有几个下人伺候 看狗狗顺利完成 几人都鼓掌欢迎 然后迫不及待地给它喷上香香 睡觉时都睡豪华大床房 就连洗脸刷牙做指甲都有专人伺候 闲着了就在三千多米的泳池里 来个日光浴 而且每次都是坐房车出行 为了让自己更精致 每天都要做个面膜 不光这样 还有专人给它挠痒痒 买东西那是从来不看家 这样的生活任谁不羡慕 原本以为她可以快活一生 突然有一天这一切都变了 她如往常般高兴地飞扑向下楼 无人接应地重重摔在地上 人们都在忙着各自的事情 却没有人理她 小花只能眉睛打彩地望向窗外 望眼欲穿地等着主人快点回来 可从日升等到日落 也没有等到她的主人 原来主人出了车祸不幸离世 侄女得知消息 奔着继承财产而来 进屋后就四处张望 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 此时两人只想着钱钱钱 小花上前表现得很友好 两人却觉得养狗狗太浪费 于是就这样将她扔掉 殊不知他们却扔掉了 本该继承的财产 他们把小花装进了卡车里 一路上摇摇晃晃 不知道卡车还要走多久 又将开去哪里 此时的小花多想唱一首忐忑 平复一下心情 以前狗母狗样现在脏了巴基 再也不会有人为她梳妆打理 小花竟然被镜子里的自己 吓得跳了起来 这时她无意中看到了主人的照片 她是多么想念主人呀 难道主人不要自己了吗 于是她趴在了照片上 这时突然马路上出现一只松鼠 卡车为了躲地 直接来了个360度大转弯 小花也被甩了出去 鸡里咕噜 转眼间她就摔在了树枝上 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树枝一个回弹 就把小花弹了出去 这姿势很美但我不敢看 好在傻狗有傻福 并没有什么大碍 竟然还没心没肺地睡着了 松鼠捡起坚果 刚要放回树洞 可抬头一看 却有一只狗脑瓜冲下 栽到了树洞里面 于是她叫来同伴 赶紧把狗狗从洞里拽了出来 过了一回她从睡梦中惊醒 她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拉自己 小狗刚要道谢 可意外发生了 所有坚果从树洞里喷涌得出 就这样一冬天的口羊没有 松鼠们把这一切都怪在了狗狗身上 他们直接摆阵把小花围住 并且解下她的狗牌 对着她就是一顿羞辱 小花郁闷又无奈 只能饿着肚子往前走 这是一阵香气扑来 她顺着香味来到车上 然后就看见香肠排成排 她毫不犹豫往嘴里吞 可另一边却在大狗嘴里面 她只能又把香肠吐了出来 但是大狗并不满意 对着她就是一吼 这可把小花吓得不轻 直接撞到了箱子上面 声音引来了货车司机 她抓起小花直接甩了出去 司机对着俩狗就是追 他们误打误撞跑进了餐馆 这时他们发现有危险 于是一路狂奔 好在他们逃过一劫 大狗刚要找小花算账 突然外卖小哥来了个紧急刹车 一份外卖掉在了他们面前 大狗见状叼起就跑 小花闻着香气一路跟来 她问大狗可否一起分享 可大狗却很不友好 小花差点挨走 这时那些松鼠也来捣乱 大狗还想再吃点 但食食物者为俊杰 还是溜之大吉 可怜的小花孤立无援 对面松鼠大军的独门绝技 小狗被打得头云眼花 盗嘴的披萨也只能拱手让人 黑夜来临 小花一狗走在山林里 没有主人又没有伙伴 她只能四处张望呼喊着大狗 突然大狗窜出来 把她按在地上 小花连忙说自己迷路了 今晚只是借宿一宿 天亮后就回去做福贵的狗 大狗听后并没有拒绝 而是让她睡在自己身边 天亮后 小花本想和大狗结伴而行 可大狗却执意单独行动 那竟然是狗狗公园 小花抱着能快点 见到主人的愿望 高高兴兴地跑向了那里 狗狗怎么判断 同类的家庭背景 竟然是闻屁屁 吃了啥喝了啥睡了 多长时间 一闻便知 刚到这里的小花在前面走 后面跟着一群狗 小花一回头 直接被吓出了狗叫声 经过大狗的判断 小花虽然没有项圈 但一定不是流浪狗 因为她的屁屁竟然有花香 于是决定将她赶出去 小花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 真担心她会丢了小命 这是一个骑摩托车的女孩出现 出于连领 她把小花带回了家 女孩刚要进门 就被房东拦住 催她尽快交气房租 并警告她禁止养狗 女孩怕暴露 便用脚轻轻地将小花踢了进去 小花被摔得头晕眼花 当她站起来定睛一看 厨房餐厅和客厅 竟然只有一个房间 小花瞬间傻眼了 原来收留自己的是个穷光蛋 但是女孩很有音乐天赋 她坚信自己的梦想会实现 所以一边打工一边创作 虽然条件有限 但开心才是重要的 他们会又唱又跳 然后拍照 一起记录生活的美好 女孩给小花带上新的项圈 这也说明小花正式被她收养 她终于有了容身之处 这天女孩外出工作 松鼠们又找了过来 他们不肯放过小花 于是追着她打 不得不说这些松鼠真是记仇 女孩下班回来后 看到家里乱七八糟 她以为这都是小花干的 一气之下 把她送进了狗狗收养所 这天女孩接到信息通知试镜 她充满希望但又很不安 当她看到和小花的照片 害怕小花被坏人带走 可当女孩慌忙地来到收养所 才发现小花已经被人带走了 其实主人早就为小花做好打算 谁要想拿到她的亿万财产 前提条件就是继续收养小花 主人的侄女为了拿到财产 也只能接受这个条件 小花又过上了有钱的生活 但她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新主人并不爱她 有的也是唯利是图 只为了拿到那些遗产 与此同时女孩正在为找不到小花而垂头丧气 突然大狗找到了她 大狗带着女孩和伙伴们一路向前 找到了小花 执女刚要签署继承协议 女孩也走了进来 小花看到女孩开心地笑了 看到眼前的情景 律师赶紧宣布暂停签字 这时那群松鼠又来添乱 可狗狗们却说想动小花得先过我这关 然后狗鼠大战一触即发 一番打斗后 松鼠竟抓住了小花 要将它从高空扔下 危急时刻 大狗冲了进来 一跃而起救下小花 赶走了松鼠 恢复平静后 律师让小花重新选择主人 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女孩 因此女孩也成了亿万富翁 她用一部分钱 用已故女主人的名义 建造了一座狗狗公园 狗狗们在这里开心地玩耍 他们再也不用流浪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不管生活酸甜苦辣 我们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玛丽的善良不止带来的小花 还附赠了一大笔遗产 并且靠着这些物质基础 还帮自己圆了音乐梦 那么下一个圆梦的人 会不会是你呢